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为了让孩子体验食农教育 台中大理区农会举办插秧去 让永龙国小60位师生夏田插秧苗 感受农夫的辛劳 另外也能够坐上插秧机 体验自动化速度感 让小朋友惊呼超好玩 外下腰徒手把秧苗插入田中 开开心心的当起小农夫 为了让孩子体验食农教育 大理区的农会就举办了插秧去的活动 今天来参与的石座的一个 是我们的永龙国小来参与今天的一个活动 大理农会在我们的私农教育 这位参与区我们已经连续很多年了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来举办 我们都是跟我们辖区的国小来配合 让我们的学童从小就培养起 了解说食物的一个珍惜 一个来源的一个补义 让他们实际的去体验以前农夫的一个辛苦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农业 让他们知道整个农业的栽培 跟整个大气环境的关系 接下来就能够了解 如何去保护这块土地 珍惜食物 双脚先入泥泞 就算寸步难行 小朋友们依旧玩得福意乐乎 如果觉得人工插秧太慢 坐上插秧机体验整齐画衣的自动化 插秧快感也很不错 小朋友看得惊呼连连 一分地只要20分钟 就能完成任务超级有效率 不过还是有同学说 自己吃的米自己种比较好玩 而且有成就感 如果用机器的话 就会失去自己插秧的快乐 如果不平稳的话会跌倒 很难走路 会不会就很辛苦 会 相信他能够把插秧下去的乐趣 回去跟他的家人分享 然后也跟他的在课堂上所学 去互相印证 透过插秧体验 让孩子回回朴实走出教室 亲自感受农民的辛劳 落实食农教育的精神 亲自感受了 宝宝 爸爸 爸爸